咱们今天讨论是关于危机管理决策 但是咱们得先把前面的七种考试跟大家讲一讲 这是咱们这次七种考试的成绩 现在已经在后边贴上了 大家看一看你的成绩 我们这次是27到30的有221人 也就是90分以上的有37% 然后24到26的也就是说这80分以上的我们有48% 那么21到23的有76人 18到26有14人 18分以下实际是不及格 那么这样还有六个人缺考 那么我先说实际上 总的来讲同学们的成绩考的应该说是不错 我现在想说这个缺考的 凡是缺考的同学 你现在等于就是说你只能是零分 如果你没有这个任何证明出什么特殊意外 那你这期末的作业你得非常认真 因为你参加讨论有10分 你然后你就只剩那60分了 那60分你得满分不可能 所以你想要得那只能丢10分 你才能得60分 你才能及格 是吧 那么对这18分以下的同学 18分以下的同学 你有加上一个10分 因为等于你讨论给送你10分吗 你还是及格了 那也就是说你期末的这个作业一定得及格 你要期末不及格 也可能没事就把你拉下了 是吧 那别的同学应该说 就是说应该及格没问题 多数同学应该说能得到80分以上 应该是这个成绩是不错的 是吧 那么有两道题呢 说一下 就这两道题错的同学特别特别的多 一道题呢是这个啊 格鲁基亚与俄罗斯爆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呢是格鲁基亚要加入北约 格鲁基亚要加入北约不是今天 不是今年 他好长时间了已经 是吧 我们说的不是说是根本原因 说直接原因是什么 第二是格鲁基亚侵犯俄罗斯领土 这显然不对 南欧塞提是格鲁基亚的领土 是吧 那么第一 俄罗斯想要吞并南欧塞提 俄罗斯没有 俄罗斯撤军了 所以剩下只能是格鲁基亚误判俄罗斯 不会进行反击 他认为有美国保护 俄罗斯不敢动手 所以他出兵了 因为过去18年里俄罗斯对北约东扩都忍了 美国人做什么 让格鲁基亚独立啊 是什么军事打击南斯拉坡 俄罗斯都忍了 他们认为这次俄罗斯还能忍 第二道 这个题 这道题错的也特别多 俄国战争爆发之后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代表欧盟前去莫斯科进行调解 为什么美国的前应对跟美国的前应态度不一样 是吧 为何与美国的前应态度不一样 那么第一个是法国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没有 法国跟俄罗斯没有双边战略伙伴关系 是吧 有的同学可能说有一个19加1 19加1是北约当初的所有成员国 那包括了美国19加1的这个所谓战略伙伴 那不光是法国是 那美国也是 是吧 这不能算 客观上不是 第二一个 这是一个 欧盟不认为俄罗斯是威胁 欧盟如果认为俄罗斯不是威胁 法国就不去了 法国干什么去 有它什么事 而且法国和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出兵南奥赛提 非常不满 是吧 不是不认为 认为是个威胁 再有就是欧盟需要俄罗斯抗衡美国 欧盟没有现在这个需要 是吧 欧盟现在在政治上应该说和美国不一样 在安全问题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 所以这样呢 只能是欧盟要显示独立的政治立场 他是政治上要和美国有分歧 而不是安全上要和美国有分歧 是吧 这样 好了 那么这次呢 有的同学问了几个问题 是吧 第一个问题 有的同学问啊 什么是威权国家 是吧 就authoritarian regime 这个呢和我们说的实际它处于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 独裁是什么呢 它叫authoritarian regime 那么这民主呢 democratic regime 所以它是在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 那我们说到民主和独裁它最基本的两个标志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言论是否自由 一个是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人是否直接选举产生 是吧 那么在这两点里下 这威权国家是什么呢 它是在这两点上都是在民主和独裁中间 它不像民主国家这么民主 但也不像独裁国家控制这么严在言论自由 在这个领导人选举上 它也不是说一点选举形式都不搞 我就继承制 它也不是 但是它也不是像民主国家 那就是搞民选 大家直接选举产生 它也不是 是吧 所以它是一种中间状态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这可能是80后会问的 今天我还跟助教说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是吧 讲这个和平问题 有个同学问啊 是吧 在这个问题上啊 这两个差不多 这个和平信仰与战争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 如何减少战争 那么现在咱们说了 减少战争的办法非常多 它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价值偏好是什么 就是他想用什么办法减少 我们上次讲了 你可以用投降的办法减少 你也可以屈服的办法减少战争 你也可以用威胁的办法减少战争 你可以用增强国力的办法减少战争 就是威慑的办法 是吧 你可以有很多 那么实际这个问题跟下面相联系 他们实际我觉得意思实际是一样 都是想问说 当民众选择屈辱的和平 不愿意武力维护有尊严和平时 政府应该选择什么 是吧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 这个意思是说 就是说 我就是为了宁可屈辱 我也要和平 所以这两个问题的意思是一样 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呢 那就看政府说说他是不是代表人民 政府如果代表人民 政府就应该选择屈辱的和平 你要不选择就不代表吗 人民说了我就要去 我就愿意让人就羞辱我 那你说我代表你我不让 那我就不代表你了 我代表你我就得帮着让别人想着办法羞辱你 那才对了 对不对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问显然 他就是说到底实际是个价值观的问题 就是对人来讲是和平重要还是尊严重要 是这个意思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教材 我希望我已经把它登在网上了 希望大家到网上去参加就是关于这本教材的这个基本情况的这个讨论 大家有什么意见 你们认为这教材应该怎么怎么做 然后我们希望按照大家的意见呢 以后我们改进 以后给以后的同学这个以后的课上来用 那么实事 这周最大的实事就是奥巴马赢得大选 是吧 这个恐怕大概是今年里边除了奥运会之外 好像没有比这个美国大选更受关注的这节目 是吧 奥巴马赢了多少呢 338张 62%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他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思想观点对世界影响大 大家关注多 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是黑人 美国从由总统到现在前面44人都是白人 就没换过 没换过种 这也会换了个种 是吧 那么这 所以大家实际关心的是个种族问题 那么奥巴马当选什么变了呢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统计结果就知道什么变了 白人里边 43%支持奥巴马 55%支持迈肯恩 这个黑人里边 95%支持奥巴马 4%支持迈肯恩 Hispanic里边 就是说这个拉美伊的 66%支持奥巴马 32%支持迈肯恩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黑人都支持迈肯恩 这可以理解 这反 奥巴马 黑人都支持吧 这可以理解是吧 这就是种族主义 这不过是个反向种族主义 对不对 我黑人就支持黑人 我不管对不对 你好着坏人 只要你黑人我就支持 这就叫种族主义 是吧 那么白人中间出现重大的分歧 就是说白人中间是有四分之三和五十五 这个差距比较小 相对均衡 那么说白人中间种族主义的观念在淡化 这是说美国现在发生了 已经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是正常 是什么正常呢 就是说他支持他的人 是少数族裔支持他 因为少数族裔认为 少数族裔人当总统有利于少数族裔 Hispanic 所以多数支持 这也是合理 他不是种族问题 那么这次其实在美国 这次大选反映了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种族主义问题 而证明在美国 种族主义的问题在淡化 就是人们的观念在淡化 是吧 人们略略包容 但与此同时 他说明在美国主导 种族主义仍然在主导着美国政治 这次是百分之六十四的人 选民参加了投票 在美国历史上极少有 像以前几届那都是能百分之三十就不错了 他为什么这么多人出来呢 就是一下新鲜 是不是 什么新鲜的就哇这么多二百多年了都没有一个黑人 这会热闹 这会新鲜哇全去 是吧 这个呢跟你们可能有关 百分之十 这个六十五岁以上的 百分之四十五支持奥巴马 百分之五十三支持麦肯恩 是吧 老年人支持老年人嘛 是吧 这也正常嘛 是吧 四十五到六十四的是百分之四 两个人各得百分之四十九 是吧 就是均分 三十岁到四十四的是五十二支持奥巴马 四十六支持麦肯恩 十八到二十九的六十六支持奥巴马 三十二支持麦肯恩 大家看年龄越小对奥巴马支持越坚决 年龄越大支持越少 是吧 那么第一个就我们看到受的年龄影响 但最重要的是这 你们看这个四十五四十九 百分之四的差 四个百分点 四十五到五十二是这个三个百分点 但是从五十二到六十六 对不起我都关了 五十二到六十六 这一差差了多少呢 差了十四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三十岁以下是奥巴马这次支持的主体 它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美国变了 这一generation咱们的八零后 它已经发生变化了 他们观念是和老年人不一样 他们的观念巨大的变化体现在 他们这么多人支持奥巴马 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要改变世界 他们希望世界变化 麦肯恩代表了什么 麦肯恩代表了美国光荣的历史 他是越战的老兵 在美国被认为是战争英雄 他曾经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自个宁愿在监狱里也不允许他爸爸去交换 他爸爸是四星上将 越南准备把他送回去 跟美国做一个政治交易 他给他爸写封信说 我不能享受这种干部子弟的特权 为了国家利益 我愿意在这监狱做到底 这在美国的老年人中间 这是战争英雄 这是民族英雄 对年轻人来讲说我们不要这样的英雄 英雄没用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到这一代人的变化 我自己认为恐怕不是在美国的变化 如果在中国有这样一次选举 我估计年轻人选择支持的人也是年轻人 计算机网络改变了 这个不仅仅是产生了这个代沟 而且代沟可能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以前 就是说我从来还第一次碰到 有人会选择说 在屈辱和和平之间 我在屈辱和这个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 如果我选择屈辱和平是什么 以前我就没想到会有人选择屈辱 他说我就选择屈辱 你看观念就变了 这真是不一样 你看过去都讲究什么 什么银婚金婚啊 一说你看 你看我这老婆一辈子多铁 跟我一辈子 他觉得特自豪 就说你看我这五十年了 就是说你看我这是经典的 古典的都是这 现在的观念变了 说你傻不傻一辈子 几十年睁眼老那张脸你也看不腻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不好意思碰人老说 一碰同学说 一看哎呦你们俩还没离呢 好这个是这个 这个收入收入非常明显 就是说这个五万以上的 他们俩均分五万以下的他们两个人 这个支持奥巴马的多 然后共和党这个没什么新鲜的 共和党当然主要的89%支持麦肯恩 然后民主党众89%支持奥巴马 这就没什么区别了 这个独立人士就没有党派的 他们俩也是均分也差距不大 然后这个保守的和这个自由的 保守的里边呢 78%支持奥巴马 然后自由里边88%支持麦肯恩 那么这个中间的人呢 是60%支持奥巴马 这两个保守和自由不说明问题 但中间的这些人 他们政策倾向不明显的人 其中多数支持奥巴马 反映的是什么呢 反映美国人求变心理 非常的盛 就没有政治倾向的人 他要求改变 也就是说 没有政治倾向的人 开始和自由派人的思想一致 那意味着什么 美国这社会将更将向自由化方面发展 也就是奥巴马上台代表年轻人要变化 代表了自由主义 代表了中间这种要变化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上台说 美国已经变了 而美国将更加大的发生变化 是吧 最后这个没有了 最后这个其实跟这保守和自由一样 你看 城市里边的人 63%支持奥巴马 但是农村里边的人 53%支持麦肯恩 就是农村的人支持麦肯恩的多 城市里的人支持奥巴马多 郊区的呢两人一人一半 那么从我们社会发展来看 城市它代表了社会变化的先锋 农村老是跟着城市走 是吧 你看城市人先穿高尸鞋 完了农村人穿高尸鞋 城市人开始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穿个什么 比如露肚旗的 然后农村人后穿露肚旗的 是吧 他就他跟着他走 所以这样呢 我们看到就是奥巴马确实 他代表了美国什么 要变化代表向前发展的这个这股力量 是吧 那么这样呢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变化之后 看了那个数 我们想说就是奥巴马上台会有什么可能呢 很有可能奥巴马上台 他会改变美国的国际形象 这次世界上调查54个国家 支持奥巴马 就是选钱啊 调查支持奥巴马的 占80%以上 比美国的支持率还高 他说明什么 说明了大家希望美国不持政府下台 是吧 特别迫切希望不持政府下台 迫切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有一个老头 这老头啊 这个大选完了之后 这个奥巴马上台以后啊 这个一个老头来到这个什么 来到这是个笑话啊 来到这个白宫 到白宫啊就跟人说了 跟那警卫说 说我想进去和布什总统见个面 这警卫说了 布什已经不是总统 布什现在已经不在这里居住 第二天老头又来了 还这套还问 这警卫又跟他说一遍 第三天来了 还是这一套 这警卫就火了 警卫说 你是有病啊 你听不懂 我告诉你们 布什已经不是总统 不在这住了 老头跟人说了 他说我不是有病 你说的这句话 让我听完以后特别高兴 哦 这警卫说那好吧 那明天见 明天再来吧 就是说 他这个笑话呢 是说就是这个不仅是美国国内 对布什政府已经厌倦 那国际社会对布什政府也是厌倦 所以这样的奥巴马上来以后 给美国一个改善和所有国家的关系的机会 同时给美国改善他国际形象的机会 很可能奥巴马上台之后在三个方面改善 第一增加社会福利 第二执行 搞绿色能源 控制二氧化碳排放 第三外交采取多边主义 这三项政策很有可能 使美国的所谓的国际政治动员能力上升 那么这样的 他的霸主地位衰退的这个速度可能会减慢